安安大家好我是点红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号称GameFi领域星星的宫链OEC啦 要先说今天这个也是业配 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一贯中立只说真话 保持怀疑的态度 会先介绍他们的特色以及链上目前有的游戏 除此之外我们前面还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常常在讲的宫链 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吧 开始前请先开启下方CC字幕 并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另外我们的Discord开张啦 记得在资讯处点选邀请网址加入频道哦 OEC是一个公链 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去中心化交易的高速公路 也就是你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各种虚拟货币交易的渠道 是一连串的数字跟程式码 我自己理解成这样啦 因为如果要很详细的去说公链怎么运作或者是什么 那差不多我们大家可以先洗洗碎了 对于公链最基本要了解的就是 它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区块链网路 每个公链的每个人都可以读写区块链中的资料 所以是很透明公开的 这个时候会问 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那身份呢 没错 它不只是可以参加 它还可以保有匿名性 并且都拥有读取写入资料的权限 公链的代表有哪些呢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以太坊以及Solana啦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问 有这些这么大的链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用OEC链呢 第一个OEC链除了解决以太坊速度过慢 导致燃料费的问题 有用以太坊交易过的人都知道 可能你交一个10块美金 但是要付50块的燃料费 所以一直希望借着ETH2.0 来解决交易速度与费用的问题 但是这个又不是什么魔法世界 你说要升级就升级哦 整个升级过程也需要3到4年的时间 中间交易还是得继续 不可能停下来等 那陆陆续续呢 就会有其他解决方案出来啦 今天要介绍的OEC链 就是想要解决问题的成员之一 OEC身为跟Solana类似的高性能公链 可以降低使用者数据传输时的燃料费 这对象是GameFi以及NFT项目的传输是非常重要的 OEC链采用的是Tender Mint 是基于BFT共识的区块链引擎 区块链引擎是什么之后我们有空再说 我们也先直接说它的优势 它优化了所谓的败战庭容错 也将不需要的能源花费跟时间花费去除 加速应用层面跟共识层面的连结 讲一大堆意思就是OEC链 尽可能去完美地将你要送达的资料送达 并且花费最少的金钱与成本与时间成本 另外必须通过66%的权重以上的节点认证才会出快 那这也同时保证了虽然便宜但是又快速的优点 但也兼顾了每个区块产出后不会再回滚 并且整条链都是由民众社区治理 而且权重就是以OKT的拥有者为主 OKT就是这条链上使用的虚拟货币 你可以想象成你在以太坊上的交易 燃料费就是用以太币去支付 另一个就是OEC是第一个采用EVM兼容性基于Cosmos的架构 这边我们分为两个部分简单的介绍 一是EVM兼容性第二个是Cosmos架构 EVM是以太坊上可以被读懂的代码 简单讲起来就是开发人员无需编写全新的代码 可以直接将他们的以太坊DEP迁移到OEC 这对想要解决以太坊速度的开发方来说 无非是个天大的福音啊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Cosmos架构 大家可以把Cosmos想象成不同高速公路间的交流道 目标是在未来不同链上的资产 也能透过Cosmos来做到链跟链之间相互交换数据的作用 当然虽然说是业配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 每一条链都会强调自己的优势 就像没有人会说 哦我的东西很烂哦很多缺点哦 所以说我这边的想法是 如果听我们介绍完觉得游戏不错 链也很有展望 不妨可以亲自使用看看 毕竟OEC在我研究后觉得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上链时间不久 所以没有太多人使用 另外它支援跨链 所以也不用怕这是唯一的途径 好大概介绍完以后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四款区块链游戏吧 由于讲到这边可能有人开始快转了 那样详细比较像是聊天分享 我有尽量精简化 然后挑重点跟大家聊 好第一款 这同时也是四款中我个人最喜欢的 叫做Island Swap 里面的世界叫做Island Meta 我为什么喜欢它呢 除了看起来很可爱的代表吉祥物海豚之外 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提出 任何想要的岛屿类型跟英雄人物 叫做自智会投票 很多可能性就会因此而诞生哦 这个时候你会说 哎那其他游戏不是也有吗 或是你也跟我有一样的疑虑 它会不会是画大饼啊 我想关于是不是画大饼 我可能暂时无法下定论 不少游戏也都是可以向自智会提出意见 可是他们所写的是很细的东西 也可以有决定权哦 像是要出什么样的人物或者是道具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游戏的介绍 Island Swap虽然叫做岛屿 但是我看了它的前岛预告 看起来像是个星际殖民 只不过它是把圆圆的星球 变成是一个一个岛屿的形式 岛屿又分成很多不同的样貌 每个岛的优势也不同 有冰天雪地的基地岛 适合防御外敌 有绿意盎然的森林岛 附有木材资源 不一样的岛 就会有相对应的资源跟功能 那么岛屿该如何得到呢 可以透过岛屿盲盒 另外还有角色用的英雄盲盒 在里面活动用的道具盲盒等等 Island Meta的世界通用的壁纸为ISL 而我们又该如何用这个游戏来获利呢 总共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 直压英雄 可以获得一定量的ISL 你派出的英雄品质越高 获得的ISL越多 第二个 掠夺 通过升级个人攻击力和防御力 掠夺他人土地中的资源以及ISL 第三个 个人土地资源的生产 刚刚有提到 不同的岛屿会生产不同的资源 例如某些岛屿会生产出红宝石 蓝宝石等等 而这些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来获得ISL 而在NFT的部分 他们特别在官网上提到的NFT战舰 对照到上面的获利方式而掠夺 战舰的功能就是你买了之后 可以在游戏中开着你的战舰 去掠夺其他玩家岛屿的资源或者是ISL 当然除了上面所说的攻击型战舰外 也有防御自己岛屿的护卫型战舰 以及运输资源的运输型战舰啦 再来就是给大家很在意的团队 呃 官方给出了很奇妙的答案 因为不管是白皮书还是官网 都没有收到团队 那我这边就原封不动传达工作人员所说的 他说团队资讯暂时没有透露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个人的情怀之作 呃 好哦 不予置评 我只能说我有问 再接下来就是盲盒的几率 官方回复说 目前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几率 看运记吧 嗯 好哦 大家不要急着转台 我想okex交一所合作的对象 而且又是在OEC脸上 要搞诈骗的几率应该是不太大啦 最后给大家参考一下入场的价格 入场的费用至少是5500个ISL 这就是一个英雄加一个土地的费用啦 所以这款游戏并不是free to play哦 整体来说美术感是有的 游戏性也是有的 获利的方式也很简单明了 团队虽然说问不到 但是也有所谓的审计单位可以连结 也就是查看一些智能合约的程式嘛 Room Map也很详细的说出年月份跟阶段 这链游在去年12月就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现在的阶段是已经在改善跟新增游戏方式 目前已经可以游玩 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小试一下哦 第二款 Celestial 这就是一款扎扎实实的太空游戏 为什么我会挑它来介绍呢 因为它的demo相较于其他区块的游戏 真的是挺不错的 大家可以点选下方连结去看一下玩一下 我一打开就好像在演最近很红的宁静海 刚好跟上这波影视潮流啊 但是它官网的资讯却非常的少 主要都是公布在Twitter上面 在12月27号的丁选贴文上 它公布了整个游戏的设计概念跟规划 获得了不少网友的正向回复 1月也很频繁的在发文 以Twitter来看他们也时常在送东西 老实讲我在研究的过程中看一看 有时候还会忘记这个是区块链游戏 反而我会以为我在逛什么一般的单机游戏上市 因为它提到很多的游戏内容 但是关于其他区块链游戏要有的资讯却很少 比如说像白皮书啊 获利模式啊 经济模型等等 然后在找这些资料的同时 我想说不然按按看 直接旅程好了 发现它跳出了以恋为名的星系 诶这就蛮好玩的哦 再点点看后来发现目前能够进去的只有OEC和BSC Solana跟以太坊还是在建制中的样子 在点进去星系以后 有点像是直压池 一些赌注可以玩 盲盒则是抽舰长与战舰 但是很多部分点进去是空白的 像是交易市场 也许还在建制中吧 感觉是有缺少一些东西的 虽然说对我来说真的有点太不完整了 不过在整体的期待度来说还是蛮高的 它介于可以做得出来却又华丽之间 可能无法跟3A级的大作比 但是却比较像是目前资源可以做出来的游戏 在其他的网友口中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 它最最最最可惜的就是对于团队的资讯 经济分配 路线图的缺失 Celestial的投资单位除了OKEX自己外 还有另外一间创口公司叫做ZBS Capital 名声不是很大但是还算正常 可以联络得到人 查到是2017年创立 有投资较著名的就是Dawmaker 所以结论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如果好好做 趋劲完善 资料补齐的话 这款游戏要长青应该是没有问题 Demo表现的也真的不错 可以在观望甚至是期待一下 它看起来也是个跨链的区块链游戏 第三款Sumurai 关于三国武士风格的区块链游戏 一按跨链 这边给大家直接看一下游戏进入的页面 跟我们平常玩的手游非常的相像 点进去后的阵营是这样的 用链去分阵营 蛮好玩的 毕竟三国类型的游戏就脱离不了阵营互打 只是它选择用链 而非我们熟悉的位属屋 啊它的团队介绍我看了也是有点生气哦 我本来在官网滑道还以为是在展示英雄 结果竟然是团圆 真的有点给它傻眼 至于比较不雷的部分是帮助中心 里面整理的很清楚 从游戏方式 经济模型到最基本的怎么换币都有 要找资讯也是可以很快速的找到 真的是非常名副其实的帮助中心啦 第四款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款啦 Blade Game 跟大家比较熟悉的Crypto Blade 有那么一丁点像 或者是有人会说超像的好吗 那就不好说了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但如果你喜欢Crypto Blade的风格 那么这一款你应该也会有兴趣哦 装士气骑士的氛围 选择职业并且对抗上虎神兽 官方释出的角色与武器真的画得不错 挺精致的 而且游戏性也很直觉 就是角色跟武器的结合培养 如果是原本就有玩一般游戏的玩家 很快就可以上手 除了基本的PVE与PVP 每日任务外 里面也有买土地 只能说在区块链游戏中 也是炒地皮炒得很厉害啊 另外他也有贩售盲盒 是用美金来购买 而非使用Blade Token 但是老样子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为什么都不透露团队呢 到底是有多害羞啊 是OEC链的游戏团队都很爱搞神秘吗 好吧 那也没办法 最后我想特别提一下是他们的路线图 他在2021年度写得很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他2022年的第三季 直接写他要开发新的游戏 我看来是真的觉得好气又好笑啊 是希望大家在那个时间点集体气坑吗 这样是不会影响币价吗 真的是挺奇葩的一个团队 如果你很想试试看的话 这游戏在2021年的11月 就已经开放给大家上去玩哦 最后我们来个小结论吧 关于这次的业配 不论是链还是游戏 其实我们也是保持中立中肯的介绍 也有询问OKEX的相关负责人员询问疑惑 可能有人会觉得 相对于币安智能链或者是Polygon来说 没名气的链为什么要介绍呢 这点我们在接收到讯息时也有想过 但是凡事都是有个开端嘛 新的弓链陆续在产出 在这个热烈激昂的区块链世界里 大家都在找一个快速安全费用又低的链 对于OEC弓链的发展 我其实蛮期待又怕受伤害的 我觉得如果以GameFi领域来说 上链的游戏务必要好好选啊 不然如果链上的游戏品质 没办法掌握的话 相对很多的理想也会很难达成 看完这部影片的你 也可以再深思熟虑一下要不要入手 我们并不会去鼓吹大家哦 今天介绍的OEC链 与它链上的四款游戏就到这边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Discord 和大家一同即时讨论哦 我们有将Discord的连结 放在下方资讯栏中 老话一句 我不是金融的财经顾问 提供给大家的并非投资建议 在入场前 大家一样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评估自身的能力哦 我们下集会再介绍更多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内容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追踪并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获得最新区块类游戏资讯哦 我是Diam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